阿里,我把我的玉培分成了两半 这样,给我们被各自的父母接走 长大以后,我也能找到你 到时候,你可要嫁给我 好呀,等我长大,我也嫁给我哥哥 可是院长说,我是被妈妈丢弃在孤儿院的 她会来找我吗 肯定会的,没有妈妈把自己的孩子 什么啊,你亲生父母来接你了 快跟我走,来,走啊,走 莫哥哥 走 莫哥哥 阿里 莫哥哥 莫哥哥 阿里,等我 你等我找到了,一定会儿娶你 莫哥哥,我等你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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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接你了 阿里 阿里 我来接你了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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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还是有钱人 也不知道顺不顺利 不管你在哪儿 我一定会找到你 你个臭药犯 谁是你妈 快过滚 妈 妈 你看看我 我是阿里 放开 我做了这么多年见不得光的小三 好不容易要成为苏家太太 你要是敢悟了我的大事 我弄死你 快滚 药 梅姨 你这是在到哪儿去了 来了个药犯的神经病 我这是赶人的 快走 等一下 梅姨 我听说你在当我爸情人之前 私生活一直很乱 还有个野种 送进了孤儿院 不会就是他吧 易雪梅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 大夫 我没有 我这十几年来 对你一直都是死心塌地的 哎呀 只有你一个男人 我真不知道这个神经病 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竟然不想要 为什么要生效 快走 快走 不然 我就停船了 等一下 来都来了 后院里有人防空着 你就去那儿住吧 梅姨 你也去 什么 哎呦我真美 还不快去 松开 雅若 你把这个野种留下来干什么 爸 你做生意不是经常要招待一些大人吗 他小模样不错 还是免费的 留着 这个 说不定可以给我们有大演出的 听说沈氏集团的新总裁 沈默最近秘来了海城 要是用这个小贱人 跟这个大人们犯伤的关系 那岂不是没自己 哈哈哈哈 还是我的乖女儿聪明啊 反正都要给人睡啊 不如让我先尝尝味 哈哈哈哈 我终于可以留在妈妈身边了 我终于不是没人要的孩子了 妈 老娘好不容易帮上个有钱的老头儿 伏地做小整整十五年 才终于熬死了原配 眼看就要成为苏夫人了 结果因为你 现在全毁了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伤下来 没关系的 妈妈说的肯定是气话 墨哥哥说过 妈妈 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要不是因为你 我能住进这种坡地方吗 都是因为你 你怎么不去死 啊 梅姨 你出来一下 老娘一会儿回来再收拾你 哎 来了 妈妈 莫可可 我妈妈好像一点都不爱我 莫可可 我妈妈好像一点都不爱我 我好想你 你叫江礼 苏叔叔 你有什么事儿吗 跟你妈长得还挺像 不不 你比他可水流多了 啊 这小手怎么这么粗啊 没少干粗活吧 啊 说不听个流 怎么害羞啊 我该不会 还是个厨子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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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放心 我会很温柔的 哈哈哈哈哈哈 妈 阿丽 救命啊 你到底在哪里 妈 心怎么突然这么晃 难道 嗯 阿丽出事了 立刻加快查找速度 立刻加快查找速度 是沈总 阿丽 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哈哈哈哈 救命 妈 妈 大副 你放开大副 你来干什么 妈 妈 刚才苏叔叔太强暴我 我这是替你关心一下女儿啊 小贱人 刚进门就勾当你苏叔叔 不要脸 你说什么 妈 你是不是没听清了 我说苏叔叔刚才看到强暴我 你听到了吗 大副 你看这真是的 哎呀多怪我 没有看见这小骚狐狸 晚上再敢好好算成 喂喂 喂喂 到底是我生的 一副好皮呢 苏大副之就忍不住了 妈 你压根就没想认我 对吧 我现在就带着我的行李捆出去了 那不会多累你啊 不行 这小贱人 可不能走 只要你女儿 能把省市集团的总裁拿下 我就能让我爸立刻娶你 让你成为真正的宿家夫人 你放心 我一定啊 好好地调教这个小贱人 以后啊 专门为大副赚钱 哎哎 江林 妈刚才打你 也是为了给你解围啊 妈妈也是惊人理想 这些年吃的苦 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不起啊 我错怪你了 江林 天地乡 哪有妈妈不爱自己的女儿的 你信妈 妈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孟哥哥没有骗我 妈妈果然还是喜欢我的 妈今晚 就带你参加一个顶级的晚宴 让你见见世面 那我真好 今晚就把你这个剑骨头 卖给水市集团总裁沈默 我林雪梅 就可以当上高高在上的苏家太太了 你先去化妆 妈呀你成为今晚宴会生 最摇曳的明星 妈 其实不用破碎的 我平时都不化妆 不把你包装好 不把你包装好 怎么够的沈总 沈总 什么 你也不被人家 你现在要把你包装好 我都不想去 你把你包装好 你把你包装好 你也不把你包装好 我记得你把你包装好 你把你包装好 我把你包装好 你把你包装好 妈 我穿成这样不太习惯 好漂亮 我预配 我预配应该落在房间里 我去拿一下 快迟到了 一会儿回来再找 快快 这沈总什么时候来啊 他可是全球首富 还从来没有人见过他 总裁 今天本城所有的名流行们 都会出席您的接风酒会 到时候您只要一提江小姐的名字 就会有一群冒充江驴的 和想接近我的人找上门 对不起沈总 是我考虑不忠 那我们要不要取消这次演会 不用了 你去帮我找一身服务上的衣服 今天晚上 我亲自摸一摸这群海城豪门的底 是 这沈总到底不知道他找什么人 能让世界首富前来寻找 这不会是他喜欢的人吧 那岂不是全球首富的夫人 那可是破天的富贵啊 能跟全球首富战上关系 也是便宜江驴这个剑呢 到这个点了沈总还不来 会不来了吗 那不是白给江驴买身衣服 没事吧 今天酒会上来的都是海城的富豪们 随便拿江驴买给谁 咱们都能转到好家 还是我女儿聪明 咱们怎么都在看我 咱们怎么都在看我 因为你漂亮了 因为你漂亮了 莫哥哥我打你 莫哥哥我打你 阿丽 是你妈 姐还挺漂亮的吗 女儿 带你去认识个大人 走 你知道沈总是来找谁的吗 我知道呀 来来来来 把我挂一下 她要找的这个女人 是她太奶奶 据说她太奶奶修炼了长生不老之术 跟天山童老似的 真的假的 嗯 服务员 给我续杯 刚才那个女孩去哪儿了 教你呢 没听见 滚 诶你 臭服务生 他们怎么说话呢 是不是不想活了 哎 说你呢 你敢无视我 找死了你 你个臭服务员 你竟敢骂我 什么不张眼的服务生 竟敢得罪海青豪门 就是 还不赶紧下跪道歉 给我跪下 说你呢 跪下 听见没有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下跪 别 别管闲事 那个服务生很有麻烦 别管了 不行 他不太乖 哎 回来 你们住手 干嘛 没事 你们给我起开起开 妈哥哥你没事吧 咱们快走 是阿里 真的是阿里 贱人 这哪有你说话的分 滚 臭丫头 少在那都怪闲事 哎呦喂 长得挺好看 这老子不离光嘛 为了个副服务员 得罪豪门 你们一个又一个 在 你跑得快不快 跑 跑 跑 快跑 哎哎哎 哎哎 孟哥哥快跑呀 快跑 快跑 你今天得罪了海诚所有的好蛮 你赶紧跑路吧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那你呢 我还得回去呢 搭不了艾顿骂呗 等一下 不如我们一起跑路吧 不行 我才刚找到我妈 我不能让她因为我被苏彩掉了 我找 刚找到妈妈 那她肯定就是姜李 喂 我已经找到姜李了 她就在苏家 你帮我准备好签议菜铃 明天 我就去苏家提亲 什么 宴会取消 沈总不来了 肯定是那个贱人闹的动静太大 惹诺沈总 哎呀 真是 贱人 我要你死了 你个不要力的东西 今天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让你苏树丢多大力 快快来道歉 我没错 这是教训你不知好歹 让我们苏家在海城豪门面前丢了面子 这是教训你大闹飞场 现在神走不来了 让我们苏家丢了个机会 妈 你别叫我妈 你赔钱货 下来 别打了 自从这个野主进了我们苏家门 就一时走没运 他就是个灾性 男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他身上的衣服 也是我们苏家的 把他扒窝 丢出去 你们太疯了 放开了 放开了 我 你干嘛 你看我干什么 这野狗是给你灭死的 再来不走 我就打死你 放开 行 我走 但是你把我与佩花 我回去回去 我忘了 给你 你小消息 哎呀 又大了 你小消息 百家家伙 你知道你這次害了我們蘇家損失多少嗎 老爺 這是江林小姐的東西 有一本她的日記 還有一些 拿走 給我看這些幹什麼 晦氣 全部燒掉 等一下 日記 下去 今天在庫爾院 江林有了個哥哥叫沈默 沈默 全球首富沈默 不可能呀 這一定是蟲名 你在胡說什麼呀雅若 那個小賤人怎麼可能認識全球首富 再說了沈左 怎麼可能在孤兒院待過 這肯定是蟲名 這兒 神諾行銷爆光 根據可靠消息 神諾此次來海城 是為了尋找 六十在孤兒院 一塊長大的青梅竹馬 而表演早在孤兒院 就定下誓言 此次回到孤兒院 就是為了旅行承諾 這不是昨天那個服務員嗎 啊 全球首富沈總 有 江麗這個賤人 居然真的認識沈總 我女兒是全球首富的青梅竹馬 那這不是好事嗎 趕緊把江麗救回來 咱們這不是跟沈總拍手關係的嗎 別忘了 你們兩個制裁是怎麼對待江麗的 要是被沈總知道了 我們都得死 可可我好歹是她親嘛 這做得過分點 應該也沒什麼吧 那該怎麼辦 江麗這個蠢活 日記裡記得這麼詳細 我還真得謝謝她 那就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從現在起 我就是江麗 只有我頂替了她的位置 咱們家 才能迎來破天的富貴 呵呵呵 還是我虧你聰明啊 爸都聽你的 呵呵呵 爸 記得要斬藏出口 小心 包在爸身上 我才 遭到你見面了 他還可以 農主人 都說 這種問題 我很難看 我抱緊 我OMG 有時候 你会一直记得我呢 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怎么会有我和阿里小时候的照片 看来你是真的不记得我了 算了 就当是我自己自作独情 你真的是阿里 对啊 那你还记得 我们小时候 在孤儿院的约定吗 姜云 这位就是你说的 孤儿院里相遇的那个莫哥哥 别站着快坐 回到我 约定是什么 莫哥哥 你果然不信我 所以你这些骗礼 到底是给谁下的吗 沈默 既然你想娶的人不是我 那你请回吧 我想娶的 一直都是姜云 这个女人 真的是阿里吗 诺哥哥 你真好 我刚刚差点以为 你想娶的人 是我的姐姐苏雅若呢 她不知道从哪儿知道了咱们俩的事情 还非说你是全球首富 说只有她 才被当首富夫人 硬要抢走我的身份 等着你来娶她 你姐姐 难道 她姐姐就是昨晚救过我的女人 她在哪儿 她昨天好像却参加了一个什么酒会 还跟里面的服务员纠缠不清 苏叔叔 姐姐昨天晚上没有回家吗 糟了 江丽 你们公安院出事了 还称是公安院发生火灾 院长及数十名的公安院呢 怎么会 你们一死 就没人知道江丽真正的身份 姐姐昨天晚上不参加 她为了抢走我的身份 居然放火烧死了院长和这么多姑啊 不会突然发生火灾 冯冯冯 你可一定要为院长和这么多弟弟妹妹们报仇呀 那女员 竟然这么恶毒 都用沈家全部资源 一定要抓住那个家将李 是 墨哥哥 你真好 我以为你不会来找我了呢 我真的好想你啊 奇怪 为什么我这么排斥跟她接触 对不起阿里 是我来晚了 我一定会履行而时的诺言 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墨哥哥 那我要全海城最省大的婚礼 我连地址都看好啊 我带你去看看吧 好 江黎 你就安心地死吧 我会代替你成为首富夫人 好好享受沈家的破天富贵的 妈 为什么 莫哥哥 到时候我要这片草坪上都铺满玫瑰 我要粉色的 行 你喜欢就好 学妹 马上就要弄死你女儿了 你不会舍不她吧 学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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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王 人家满心满眼都是你 你是知道的 这个小野仲 好歹也帮了苏小野八 死也值了 好 不愧是我苏大富看上的女人 脑子就是灵光 那一会儿 让我亲自推她下山 这小野仲的命是我给她 我自然有权利让她死 好 回去我就跟你结婚 让你成为真正的 苏家夫人 动手吧 莫哥哥你骗我 不是所有的妈妈 都爱自己的孩子 怎么回事 胸口怎么这么难受 这玉佩是要送给我的吗 怎么只有半块呀 还是说有什么故事 该死 日记里她没写呀 阿丽 嗯 我送你的那块玉佩呢 虽然我走 但是你把我玉佩 你许没这个冲祸 莫哥哥 玉佩我怕弄丢 我一直在家好好收藏着呢 我很想看看那块玉佩 要不我陪你回家去吧 不用 我们明天不是去试婚纱吗 明天的时候呢我会戴上 到时候穿婚纱给你看吧 莫哥哥 我有点累了啊 我想先回去了 那我送你吧 不用 你忙你的就行了 我自己回 好吧 慢着 等会儿再动手 阿丽 下辈子 再做梦女王 这个梦女王 哎雅若啊 慢着 等会儿再动手 玉佩 我要你们玉佩 停一下 雅若啊 放心 交给爸啊 不要 不要再叫我雅若了 我是江丽 我是江丽 好好好 好 玉佩 脖子上带那个玉佩 站下来 玉佩 把玉佩记起来 我是不会给你的 乖 阿丽 你就抱妈这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妈保证 一定让你离开 为什么话 动手啊 妈不要 不要 不要 玉佩 你干什么好事 还不赶紧下去走 你跑得快不快 快跑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还要回去呢 搭不了艾特纳呢 等一下 不如我们一起跑路吧 不行 我才刚找到我妈啊 我不能让她因为我被阻载掉 保证 怎么总是控制不住的想到这个恶毒的女骗子 你会不会开车 对不起山总 刚才有人碰碰差一点就撞上了 快我们绕楼走 放肆搞得跟真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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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着 阿黎 阿黎 你一定会没事吧 为什么我妈她不爱我 你说我还来救你 我没事吧 你接谁说阿黎 阿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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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好起来 雷佩 为什么 莫哥哥 真的是你 你为什么偷走玉佩 又为什么说谎 你在说什么 你偷走了玉佩 又偷看了日记 还刻意制造了和我的偶遇 难道不是为了替代江渝 沈哥你是不是傻 我就是江丽啊 我能替代谁 而且 昨晚被苏大夫和我妈赶出来之后 我压根就没带什么日记 我只把玉佩带了出来 还是说 苏亚若她偷看了我的日记 她该不会跟你说 她是江丽吧 可她堂堂苏家大小姐 为什么要帮用我的身份呢 我还让我妈偷 嘿 我送你的那块玉佩呢 莫哥哥 玉佩我怕弄丢 我一直在家好好收藏着呢 如果玉佩真的是被抢走了 阿迪完全可以告诉我 可她为什么没说呢 除非真正撒谎的是她 那你如何才能证明 你就是真正的江丽 你 屁股上有颗痣 曾经连续尿床一周 还用尿撕马以窝 结果小叽叽跟啥叽 你就是 叽叽 你难道还要用苦肉剂来剥去通情吗 苏亚若 阿迪从山上摔下来的事情 我一定会彻查清楚 每一个杀害过她的人 都会受她相应的惩罚 现在请你出去 不要打扰我的阿迪修行 莫哥哥 这贱人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药了 你别听她的鬼话 苏亚若 假的她成不了真的 我和莫哥哥的旧事 我没有一件一件都写在日记里 你说你是江丽 行 那你说一句 你质问我啊 我现在脑子很乱 莫哥哥 有一次 我骑自行车摔倒 莫哥哥为了救我 不小心动伤了手 请问他伤的是左手 还是右手 读一把 右手 左手 我刚才记火了 你怎么会 怎么会 是右手 只是伤在我身上 苏亚若 夫君 另外 我劝你现在可以带上你的全家逃亡了 因为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追到你们 为我的阿里报仇 见你 这下全完了 大副 要不我们出国 审视集团在全销都有分谋 出国也没用的 喂 什么 原来是虚惊异常呀 好 你看 据最新消息 前日新闻报道的过日 世界首富人并非是几个人 相关记者拍摄到的 只不过是酒店的一个普通员工 此次乌龙事件的相关记者 已经被本来开除 不信遥或传扬 大家保持庆幸了 我早就说 这小子根本就不可能是首富 陈总 您上次照片曝光的风波 已经处理好了 释放了一些假新闻的烟雾弹 您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服务员 办得漂亮 年终讲翻十倍 我最近呢 要跟阿迪培养一下感情 没什么事 千万别来打扰 好嘞 沈总 江小姐您好 我是沈总的助理 您叫我顾特助就好 顾特助 沈总 对 沈总 莫哥哥 你再让我生气了 你为什么生气啊 我都看新闻了 你是被电视台误报成是审视集团的继承人 你没必要为了和我开心装什么有钱人的 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 我就只像我们孩儿在一起 你不能骗我呀 江小姐您听我解释 好了好了 不用解释 阿迪 我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 什么苦衷 其实我 你说呀 什么苦衷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什么 奶奶来海诚了 来 莫哥哥真够敬业的 为了装首富 连装缘都安排上了 这嘴花多少钱啊 阿迪 走啊 奶奶 哎呦 莫莫 这就是你说的一直在公儿院照顾你的阿迪姑娘吧 嗯 哎呦 我看见她呀 就有眼缘 这个孙媳妇 我认可 奶奶你好 哎呦 这嘴可真甜 哎呦 来 奶奶 给你个见面礼 啊 哎呦 这个卡里有十个印 没有密码 就当零花钱 老夫人 您那期间时间到了 怎么安排到这个时间 我刚才见到孙媳妇呢 原来沈莫的奶奶有妄想症 难怪莫哥哥要装首富 奶奶 身体最重要 您先去体检 啊 好 好 再见 我现在总算是理解了 你真是个大孝孙子 嗯 嗯 嗯 大孝孙子 喂 沈总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上次见您那一千亿 能再宽限几个月吗 一千亿而已 半年之内换上就可以了 一千块竟然要半年才能还上 莫哥哥过得竟然比我还苦 莫哥哥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其实在设计公司上班 自己有点小钱 这个 你先拿去把债还了 然后搬过来跟我住 至少能省点房租吗 你真是 你 要养我 对啊 所以莫哥哥你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我养你 但是在养你之前 我得先去上班了 沈总 您这从哪儿捡了钱啊 我女人给的 一千块 她还说 她要养我 一千块 好多啊 根本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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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块而已 竟然让全球首富变成这么不值钱的样子 这个江林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啊 江林 你哥总算回来了 咱们公司被编辑了 今天有新的人事变动 嗯 够 为谁变动 海诚苏家 苏 苏小姐 江林 你有没有觉得冤家入宅呀 这家公司是我让我爸变购的 经理 江小姐的办公室在哪儿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已经被撤职了 拿着你的破烂滚到厕所旁边的公园上去 凭什么 就凭我 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小姐 是个人家的 这家公司的 听话 少年的臭服务员想到审则上 害得我们都是下月的 今天 就是你的报道 敢惹苏家 让江天天不应 江天地不应 江天地不应 苏家又不是天 他还不让我辞职嘛 辞职 好啊 全海城的公司 我照顾 你将被全城封杀 苏氏这个公司 百分之八十的项目 都是我做的 我今天离开 你就要看明天 苏氏的股票会不会跌 你敢威胁我 谁要死 老子弄死你 你怎么活地人 又是你 你敢打老子 你都决定养我了 我不得为你做点事吧 叔叔 你还真当自己是 沈氏集团的沈总呢 新闻上都说了 你就是个冒牌货 现在赶紧跪下来 给我爸扣三个小头 就让你不死 好啊 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谁先死 顾特朱 通知下去 取消和苏氏的所有合作 这能命令固货中做事呢 那只有沈氏集团的沈总呢 爸 别被他骗了 新闻上都说了 他只是个服务生 怎么可能是沈总里面 我靠 差点被这个穷小子给骗了 就是 不是 谁擦点吧 哎 审视集团的顾特朱啊 这可是审视集团的二号人物 太给我的苏家面子了啊 穷鬼 敢拿顾特朱装逼 死定 死定 好听着 苏大树 根据总裁指示 沈氏集团正式取消 和苏家的一切合作 啊 怎么会这样 什么 哎 大方 难道 你是真是沈氏集团的沈总 我死定了 还是跑路吧 完了 哎 超完了 哈哈哈哈 这下阿里应该相信我很厉害了吧 嗯 啊 你好啊 嗯 好啊 你们干什么呢啊 今天怎么 他妈的谁都敢闯老公司啊啊 苏先生好 你们是 我是奉沈老夫人之命 特意来向苏家行百亿聘礼 迎娶苏家的千金作为孙行 小宋啊 我的孙子呀 是个银木脑袋 年轻是件大事 你准备百亿聘礼 先给他们送过去 是 什么 百亿聘礼 你说的沈老夫人 就是那个 沈氏集团的创始人 沈老夫人 他这样的大人物 怎么会看上我的女儿呢 爸 您不必自谦 老夫人的意思是 则一个最近的良辰吉日 尽快完婚 不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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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爸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沈总不是那家美丽在你高总吗 怎么可能给我下片子呢 我 这片子呢 是沈老夫人下的 我 可是 我不认识沈老夫人 哎 是不是之前 有个老太太 她希望你嫁给她家孙子 老太太 我最近的确跟几个豪门的老太太打麻将来着 肯定是他们看上我了 在沈老夫人面前没了我几句 这就对上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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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要取雅若 那为什么 他今天还帮着 呃 呃 那个小剑 对付咱们 哎呀 大夫 我看 那个愣头青了 根本就不是沈总 他只是在吹牛的时候 刚好碰上 沈总取消咱们家的合作 啊 爸 我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沈氏集团的总裁太太了 我就是守护夫人了 我以后就是上流社会的人上人了 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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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总不认识 沐哥哥 你跟沈氏集团艺人之下完容之上 你跟沈氏集团是不是好朋友 你什么意思啊 沈氏集团艺人之下完容之上 是总裁最信任的人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你 要求他取消了跟沈氏的合作 你还挺有想象力 沈氏集团艺人之下 你不必为我逞强的 沈氏集团艺人之下 我以后不许为我逞强了 我知道 你跟沈氏集团的总裁同名 都叫沈氏 但是 人家是总裁 你只是个服务生 你不能因为跟他同名 还有一个顾特助长的好朋友 就忘记了自己只生活 赵哥哥哥真的 你说他们会不会偷杀我 你们公司还找不着你和我 要不然 我们俩就去包包藏号呢 到时候江湖人送外号 凤凰传奇 沈氏 好 好 那我去问问敬礼 阿里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哪怕不做首付也可以 拜拜 嗯 帮我和江黎 安排一个酒店服务生的工作 服务生 沈总 您这是什么扑脸 帮我和江黎 帮我和江黎 安排一个酒店服务生的工作 莫哥哥 累不累啊 要不要休息一下 没事 你莫哥哥我喜欢更大的 强壮的好 哼 廖 这不是江大设计师吗 怎么 找蛤蟆服务员了 感觉怎么样呀 感觉棒得很 再从干了粗活之后 腰不钻了 腿不疼了 腿不疼了 就连我尖鞘颜都好 是吗 信不信 我让你连这份工作 都丢掉啊 死 贱人 这么丑 信不信 我给你摔牙啊 谁呀 你要干什么 摔动我 找死是吧 疯了 你敢打我 叫您静女 我要看出你们两个人 莫哥哥 不要跟着我疯婆子一般计较 干活 等一下 刚好呢 我有个东西给你们看一下 明天呢 就是我和全球首富沈莫的婚礼 我就是首富夫人啊 到时候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喂 沈莫和苏甲若的婚礼是怎么回事 沈总 是老夫人安排的吧 可能是乌龙啊 哎呀 这些奶奶把苏甲当成亲家了 你通知他们 把彩礼收回来 婚礼取消 是 嗯 这是假装给谁打电话呢 言 接着言 喂 喂 什么 婚礼取消啊 哎 别走 别走 别 沈莫突然来人 说婚礼取消了 要把这些都搬走 就算沈总是首富 她还不能定下婚礼又毁约吧 这不是让我们苏甲成全海城的笑柄吗 这是沈总的决定 我无权干涉 放肆 你们放肆 我要去找沈老夫人 申诉 请便 哎 快走 快走 哎 我的笑柄 我是首富夫人 我就是首富夫人啊 莫哥哥 你看苏甲若现在 是不是现实棒 典型的现实棒 你这个贱人啊 我的婚礼取消全都是因为你 我杀了一人 苏甲若 你被退婚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你别跟个疯狗一样 劲儿就有 我不管啊 我的婚礼取消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人 苏甲若 我之前看在阿迪的面子上 本来打算放你一马 现在是你自己作死 报警 snug 苏甲若涉嫌故意杀人 酒店的监控应该已经把全程都拍下来了 有 róż 移 Unters 奪警方从重处理 Carwyn 你别跟我在这开玩笑 看这个状 happiness 太好意思了 搜驾姐 监控证据确法 帝国酒店有权交你移交警方 带走 别碰我 我是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苏家大小姐 别碰我 怎么了 怎么苏雅若被抓走了 你还难过上啊 我就是觉得浪费 我们花了这么多心血 把烟灰厅布置得这么好 现在用不上了 不会浪费的 来 你干什么呀 阿玲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啊 莫哥哥我愿意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工作时间楼楼包包扣你们工资 扣 我绝对不会来着 我们去电视局了 我们去电视局了 今天真走运 虽然丢了工作 可捡到了个老公啊 工作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我掐纸一算 今天应该会有设计公司把你入职 我的莫哥哥 什么时候还会算命了 喂 什么 盛世设计人事部 要挖我 谢谢啊 嗯实在是太好了 现在我不仅有工作 我还又能养你了 哎 哎 阿里啊 还奋斗呢 今天公务直升室 他们给我的薪资待遇都好了 我得好好打工才行 画得不错 过几天 我让盛世的经理 是你为设计部的总监 好了 手起来 把笔放下 先吃饭吧 八道总裁 我就喜欢看一吹牛的样子 莫哥哥 我都算好了 以我现在的薪资水平 最多三年 我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房子 为什么是小房子呀 你不喜欢大房子吗 是啊 我喜欢小房子 我喜欢打工 我天生爱吃果 是我哪里说错了 这个鱼汤感觉还不错 快尝尝 你口味吧 嗯 很鲜嘞 你怎么光喝汤 不吃菜呀 我是在等我背 你在胡说什么 你你要是在 stressing þr 咱们俩现在是合法夫妻 合法夫妻 做夫妻该做的事情 那也是和谨和理 다들 你不想伍德 你用美色 哦呀 放心吧 以后有我在 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 哎呀你学妹 你给我轻点啊 你给我轻点啊 你说说 你刚从那个地方放水 多贵气啊 用点力啊 还得倒霉 贵气 还不都是你那宝贝女儿干的好事 大副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 贱 都是你养的好女儿 在我们家白吃白喝 还不知道感恩 真是条白眼狼 肉肉 来 吃豆腐 吃豆腐 好 爸 你这也太难吃了吧 难吃也得吃呀 不然怎么能去掉这晦气呢 是是是 大副啊 我一定让他跪在肉肉面前 让他给肉肉道歉 焦离这个贱人 竟然入职了海诚第一的盛事设计 盛事设计的人还想欣赏他 这个嫂子要是得了事 肯定会打压咱们家的 不行 我要去找刘总 一定要让这个贱人滚蛋 江离 你就等着和那个臭小子 一起去街上要饭吧 下车 我就跟你说吧 早晨起小店留人来公司是最省时间的 你以前 都会这么上班的呀 以前还有台车呢 但最近不是主持人的小车卖 有多少钱 干多少事 为了养我 辛苦你了 别说这些事情 行了 那 这台小便利就送你了 啊 给我了 老公接老婆上班 不是应该的吗 啊 行了 我就上班了 你自己其他住院去啊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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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老婆 拜拜 拜拜老婆 拜拜 沈总 您的新车 不错啊 羡慕吗 羡慕自己找个你朋友去 别当单身狗了 老人生工期上 我教练的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已经办好了 盛世设计现在是沈氏集团下属公司了 一个小时后盛世设计的老总将亲自过来和您交接 小李喜欢小房子 应该也会喜欢小公司吧 把盛世设计送给他 他肯定会很开心的 老公接老婆上班 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 你去帮我找个驾照 啊 您不是有驾照吗 您连直升机驾照都有啊 便利驾照 张黎 李经理找你 我 这会儿来自己看着办法 什么啊 苏雅若怎么阴魂不散呢 在这儿也能撞上 李经理 您找我 张黎啊 你被开除了 李经理为什么呀 我的弱职作品公司很满意啊 而且现在也已经投产了 就算公司要开除了 也得给我个理由吧 想要理由是吧 理由就是 从女朋友坐着我看你不顺眼 这个理由够了 怎么 不服气啊 有意见 有意见也给我验着 谁不知道整个海城设计节 老子就是天 刘总 你好帅 我在床上 更帅呢 可是我没有做错事 你们没有开除我的理由 我听见了什么呀 你一个当职员的 竟然问老板 要开除理由 张黎 你发清楚 只要我想的话 这是不是设计总经理的位置 也可以是吗 就算你不走 我也有的是办法给你出小鞋 李经理 您说 叫保安 把这个女人给我拈出去 好好好 保安 保安 设计不给人闹事 我给我拈出去 保安 你们太欺负人了 敢开除我老婆 你们不想活了 叫保安呢 怎么把你给叫进来了 怎么 你改行当保安了 你这狗耳朵 倒是还挺零的吗 保安 不就是公司的一条狗吗 只要听到叫话 他就 爸 你跑进来了 你怎么来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但是一进来就听到有狗叫 怕你被咬 我就进来了 你骂谁是狗 你骂谁是狗呢 信不信 我先叫人打断你的腿 我们圣市社稷 岂是你这种底子垃圾呆的地方 滚 不知 三分钟之后 你们就知道到底是谁 该滚出圣市了 臭保安 前几次是你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一个大人物 你睁大眼的双眼看清楚了 这里是圣市社稷 是刘总的底盘 揉揉揉 你姐找的这个臭保安 不但是个穷逼 还是个脑残 真可海成谁不知道 圣市社稷 是姓刘的 三分钟到吧 刘总 就这种臭保安 还给他三分钟 我看就给他三辈子 他还这个臭保安 臭脑残 赶紧给老子滚蛋 快点 你怎么来了 不过是两个杂碎帽事 我已经解决了 我老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蠢货 爸你打我干什么 您就是 沈氏集团的对接人士吧 这是第一个河头 非常荣幸 圣市社稷 能够成为 沈氏集团的下属公司 爸 你认错人了 这人不过是有条狗而已 这人都是沈氏集团的 是啊伯父 他的确是跟沈氏集团总裁一样 都叫什么 但是同名不同名 他就是个穷臂 闭嘴 你个贱人 要不是你勾搭儿子 他要治你闯下这么大的祸吗 爸你当我女朋友干嘛 什么样的女人你都要 瞎了你的眼 赶紧跟沈先生道歉 你听什么 要不然你就给我滚出流产 带着这个贱人一起去要饭 沈总 对不起 你不要糊涂了呀 你别忘了 我可是之前沈总要娶女 他是不是沈氏集团的高层 我能不清楚吗 整个海城谁不知道你是被沈总 推破你的老女 滚一边去 我 沈先生 您看我这么处理 你满意吗 我听我老婆的 老婆 以后你就是盛世社界总经理 你看谁不顺眼 想开除谁就开除谁 对对不起对不起 江少计时 对不起 江总江总对不起 都是他的 逼着我开除你的 你大人不去小人公 你扔了我这一次吧 我错了我错了 我不要是没这份工作 我们全家人都得饿死我 瞧瞧你了江总 江总 您要是看谁不顺眼的地方说 以后在盛世社界 谁要是敢满围你 谁就是我刘建国的爹 对不起 别走 先睡得一下 哎 磨哥哥 你又在搞什么管 我 我给你出头啊 谁都不能欺负我老婆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盛世社季 要被省事收过的材料 啊 啊 我说呢 怪不得你昨晚还跟我闹着说要把盛世设计送给你 原来是顾特助告诉你顾内部消息 看来 他还是不能接受我的真实身份 莫哥哥 工作不分高地贵贱 我也不嫌你这么傻 所以你不用再用你的社会关系为我出头了 啊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辛苦吗 莫哥哥你要相信我 相信你老婆我有能力撑起这个家 顾特助那边你去告诉他 不用给我盛世设计总经理的位置 我要靠自己的能力 成为行业 第一 老婆 嗯 你好酷啊 哎 是吧 嗯 喂 喂小丽 姐姐我听说你领证了 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还不是你那个妈 全世界悬崖你跟了个穷小子 还骂你倒踢人家 气死我了 你赶紧来上到咖啡 给我解释清楚 我现在还要上班呢 我怎么来 十分钟内部来 姐妹没得做了啊 哎呀我 怎么了 我姐妹约我前面 那我送你过去 哦 还给顾特助 准备 怎么样 有点进步吧 等一下 老婆 你先进去吧 你接个电话 我 哈啰啊哥 我回国了 去找你玩啊 心提了个车 贼胖 领证 还同居 阿里 我看你是不是疯了 小点声哭奶奶 不是不是 不是 关键三年前 那个男的 喂 我闺蜜流产了 求求你们 快来救救她吧 小黎 小黎你可千万不能睡啊 我们还没找到 欺负你的那个渣男呢 明明是你先救了她的 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 我是说 三年前你上大学那会儿 这有好多人追你们了 反正 恋爱可以 但这结婚 可不是儿媳 你一定要想清楚 可是我现在已经领证了 而且他对我很好 听听 那个臭小子 没车 没房 没存款 你再给他 你跟他睡大马路呀 你听着啊 我跟他这是刚刚开始 至于你说的车 房 还有存款 以后慢慢都会有 再不见了 我赚钱养他 你养他 你这是打算找一个软饭男呀 姐妹 你听我的 这男人呀 就没一个好东西 哇 好帅呀 你好 我是江黎的老孙 我也不是没有那天外的呢 你来了 那哪儿找的鸡皮娘 嗯 你好 你叫你老公 请问你身边有没有什么兄弟 或者表情也可以 你给我介绍一下 我我先介绍一下 这是我闺蜜 坐车 这是我老公什么 你好 沈先生 你好 好了 现在人你也已经见了 该放心了吧 放心放心 咱们先坐先坐 那个沈先生 看上去就要人很有想法 我的意思呢就是 很稳重 很有安全感 稳重 你让我继续 你让我怎么继续 那你自己能继续 我们就先回去上班了 那你自己能继续 那走吧 把死我给你电子 哎小离 明天同学聚会你别忘了 知道了 小离 希望你永远都想不起来三年前的事情 就这样一直幸福下去就好 不过这个沈先生 怎么看上九点面熟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天呐 刚刚走那帅哥是帝国集团的沈总 我什么时候也能有这样的男朋友啊 好啦 反正这儿呢离公司也不远 我自己走不远 我自己走不远 自己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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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行 这货怎么直接过来了 那你先回去吧 别被人发现你瞧班了 跑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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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哥 刚刚咋的那个事 你叫住他呀 我好歹打个招呼呀 他着急回去上班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回国了 你以为我想回国 不是说沈家呀 你还要商业联姻吗 家里长老非醉我回来 拆散你们 哎哎哎 哦 你想去非洲挖煤矿是吧 不是不是 是他们要拆散 我也没说要拆散 你个小嫂子了 那是你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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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你回来了 最近这段时间 整世纪他的业务 就交给你了 啊 交给我啊 大哥你干嘛去啊 我帮得很 我们这谈恋爱嘛 你这个老男人 也有谈恋爱的一天 哎你放心 你交给我 我保证让你明天就成为恋爱的 实浪 来来来 我说两句啊 咱们其实几个大学毕业以后 就没好好聚过 今天晚上 来 不醉不归 拜拜 哎 光咱们几个女生喝 我没意思啊 少几个火焰气氛的小哥哥呀 我请客 不太好吧 那你给我找个小朋友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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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结婚了 不合适 哎呀阿黎 出来玩就不要端着嘛 阿黎她脸提补 要不咱们把这最帅几个爹叫过来 好好好 别找阿克 哥别 那就是说那个陪伴恋爱大师的地方呀 是啊 这是海城最高度的娱乐会所 里面王子公之手应有机会 肯定有你喜欢的那一块 那 那 谁啊 你们美女好漂亮啊 尤其是最里面的那一个 姜李 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一人一个男公关 太会了 哎 哎兄弟 干活呢 你们的活我哥俩得了 最后的小哥哥谁点的 咱们还挺帅的 我怎么不记得名单上有这么个帅哥呀 小丽 嗯 你老公这工作面还挺短的呀 我老公 你 她怎么跑到这种地方工作了 该不会是觉得自己赚钱少 来夜场当兼职了吧 后面的帅哥 来 坐我旁边 来 坐我这儿 姐姐有的事情 你 我点啊 过来 坐下 老婆 你还不发消费啊 给啊 当然不给 支付宝到这儿 二千元 啊 帅哥 两千块钱而已嘛 我出一万 坐我旁边 好 都这么玩是吧 我出两万 来 坐这儿 哎呀你俩行了 看人家帅哥理你们不 来 姐姐 来 这是干嘛 老婆都给我发消费了 当然要服务到位了 我不是让你好好待在家吗 干什么说当鸭 我说我不是出来当鸭子 哪知道我老婆子生我这么疯啊 没有 没事 姐姐喜欢喝酒 那弟弟今天陪姐姐喝个够 来 姐姐 弟弟陪你喝焦杯酒 来姐姐 喝 多喝点 来 果然呐 美女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哦 哎 你们还记得吗 当年咱们学校有个富二代叫魏如柳 大晚上在操场上摆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疯狂跟着小黎呢 对对对对 前段时间啊 她还在同学群里疯狂的找小黎 没想到啊 姐姐您的校园情史来放松开 你别听她们看我开玩笑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开玩笑的 啊 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两句 喝酒 喝一个嘛 什么 要不要我陪你一块把江丽送回去啊 不用吧 我我有车 你这车不太行吗 万一阿丽从车上掉下来可咋办呀 掉不下去 肯定掉不下去 不是你这是电动车呀 阿丽都喝多了 万一她一会掉到后面咋 你还指望她从后面抱着你呢 你还指望她从后面抱着你呢 你还指望她以为你的车是电影 不愧是闺蜜啊 老板车到了 这个是我家的车 你们俩呢 站在那两个车 这是拿我当网约车司机的 沈总这 直播 麻烦您送我们俩回去吧 不麻烦不麻烦 这服务店到位 这一年头有钱人真奇怪 还有豪哥跳跑滴滴 我哥呢 哥 哥哥你哥了 今天晚上 你去玩救我的 哥 救我 救我 哎哎 嗯 沈总 江小姐去会所干 我老婆去放松关女之事 等待 请 老公 嗯 爸 宝宝 嗯 你刚才说的那个 追悟人生的是什么呀 喂 叔娘 我喝多了还记得这么清楚 你不会是还惦记她吗 老公 老公我能吃 你帮我回家好不好 好 好 但是你得记住 从现在开始 你的心里只能有我一个男人 不能再有其他的男人了 明白吗 知道了 知道了 但是你不可以再去会所当鸭了 你要相信你老婆有实力 能养得起你 吃醋了 吃醋了 我都怪什么吃醬了还是吃醋 但是你 只能是我的 我害人生我的 乔林 原来你找了个鸭子当自己的家了 谁回家设计师 你这个不信败重恋 哎 哎 小龙哥 你现在是集团的代理总裁 精神 小龙哥 你现在是集团的代理总裁 你真的好可怕呀 怎么了 昨天晚上 经历什么了 他 嫂子 嫂子那闺蜜 还不够话说回来啊表哥 你真要跟嫂子在一起 你废话 那三年前 救你那个女生怎么办呀 你不是还把人家累了 你不负责任的 行行行行 我最必是 我该负的责 我一定会负的 表哥 我一定会负的 他会负责任的 别客气 你乘把我奔吗 那一颗删除照片 找我出最为或使 送他分照片 是 是尼并啊 我做几种事 最擅长的 早上好 脏一瓶吃看的 为什么把私生都这么不买 是啊 牛郎也不想糟 该不会 他所有鬼才是和他睡的方号 也是和睡男人说出来的 这个谁看的 这会儿知道丢人了 我问你这都是谁拍的吗 你急什么呀 照片当然是我拍的了 苏亚若 又是你 你倒是好本事 一夜之间把我曝光的800个营销号全都撤 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让大家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明明知道照片里是我和我老公 你非要颠倒是非黑白 把事情做得这么准吗 没错 我就是要让你和那个傻小子 被所有人拖欠 大家还想看更刺激的吗 我这个好姐姐呀 私生活那是相当的混乱 我这儿还有好多资源呢 大家不要心 她说的都是假的 没错 图都是我批的 但是大家就是相信我 我气死你 我觉好刺激啊 这也太会玩了吧 估计都被玩坏了 图这么快就发出去了 不对 那些批图我还没发呢 那他们看的是什么呀 不可能呀 我明明都批上了江里的灵 原来你是批图冤枉的人家 啊批图 苏雅若你也太贱了吧 自己乱搞还推过给我们像大设计师呀 这苏雅若是真浪啊 就是身材差了点 估计是被玩坏了 啊你 大家不要看呀 这些都是假的 这都是江里陷害我 都是他批的图 苏雅若 你觉得到现在还会有人相信你吗 江里 你设计我 我要杀了你 你辩子 啊 宝安 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请出去 给我 放开 江里 我吃饱了你 我杀了你 放开我 放开 很高兴能与大家共事 但希望大家日后 也有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 不要再被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煽动 网上为什么会出现 碎雅若乱搞的照片呢 到底是谁在帮我 那个 你今天没看到什么 嗯 怎么了 啊 没事 你平时都不在互联网上冲浪的吗 冲浪 嗯 我冲了 看来帮我的人不是他 到底是谁做好事不留名啊 大姐 你还记得吗 我小的时候喜欢吃鱼 然后那个头换酒 等大姐开这样子家 这样子就可以每天都吃到鱼 那你可以出来鲨鱼吗呀 就不要再去会所上班了 哈哈 嘿啊小姑娘 卖鱼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啊 我看你老公西平单肉的 没干过体力红了啊 老板啊 你可别看不起我老公 他给鲨鱼的好手 是吗 老板买鱼 好好好 好 那边去 好 这种放点我来 给你露去 一共28块 谢谢 你俩配合还挺过气啊 不是我把店租给你俩算了 老板来一下 哎来了 来来来来 让开 那你先好了 锁 这块地皮有点特殊 您父亲魏总亲自说过 不能拆迁不能改建 手这么难我爸来压我 这块地皮是海神的黄金地段 拆迁一改 起码能给我们卫家带来几十个亿的收入 我今天还就他妈拆定了 江礼 你好 买鱼吧 我去江礼 念您是瞎了是吧 当初老子像条狗一样追你 你都不同意 现在去刺干堕落找个臭卖鱼的 见不见 对如流 以前的事情还好意思说 我可不是苏雅若拿钱砸着能跟你车震 还有 我老公 他比你强一万 那些因为钱跟你在一起的女人 才是下钱 好 江礼 你干嘛给老子装新高是吧 老宋 把这摊子给我脏了 不行啊 微少 这鱼摊被主让动 我把土里扁起来 整个市场都是我们位置 在这儿老子就是天 当然 你如果现在能跟老子去开个房 把老子伺候选了 老子就允许你们继续在这儿卖鱼 怎么样 啊 走是吧 你拿个臭卖鱼的放开老子 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错 谁他妈在敢笑 老子是卫石集团的少东家 再笑一声 都他妈给老子滚蛋 你他妈个臭卖鱼的 你死定了 连人带贪给我一起砸 出了事我负责 这儿会上 我看谁敢 好嘞 你怎么咋一下试试 他在保护我 小黎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辣 老子就喜欢你这股坑的劲儿 哈哈哈哈 累如流 你别给我冷心巴拉的整劲去 你快点帮我们走 不然我真的报警了 想让我放了这个废物是吧 行 你让他从老子的胯下爬过去 再学三声狗叫 老子就放过他 不然 不然 干什么 连人带贪 给我一起打神渣 你敢 这员员 这就委屈了 啊 你跪下来填老子 马老子走开快点 马老子走开快点 这么臭 没收拾好 卫生 你没事吧 我思想这么大 还没收过这张委屈 你头发死爹了 你他妈的敢打老子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卫生集团的少东家 这么一会说四五遍了 我倒想问问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卫生集团的少东家 这么一会说四五遍了 是谁在我地盘弄事 爸 爸 你终于来了 就是这对狗男女 非要在这儿弄事 是个臭买鱼的 还拿干水泡我 踢我 你快弄死他们 我们是正经的商业 别一天弄死弄死 他搞得这样 很像会一样 老人 把他俩拖下去 埋了 老人 把他俩拖下去 埋了 老贝 你口气不行 你臭美女的 你找死是吧 爸 这女人要留下 我要玩 你滤嘴 爸你傻了你打我干嘛 是小的教授无方 他们跪下给他道歉 爸你没事吧 啊 就算我是你的私生子 你让我给这种 吓的人穷鬼下罪 谈出是我们老魏家的 名声不轻 你还说你 吓了 瞎了你那高眼神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人家一句话 咱们魏家这些产业就得完蛋 你知道吗 你就得滚回去 给你那座台的妈 一起猪一天死 他要是这么牛逼 能在这买鱼吗 他不是卖鱼的 这一天是我的 我才是卖鱼的 这 这他 他不是卖鱼的 爸爸你你你别生气 我我我这就给他道歉 我这就给他道歉 江小姐 你让你老公放我放放放我一马 好不好 老魏啊 你儿子刚才让我跪下 给他学狗子 你让人不再来狗子啊 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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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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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还满意吧 要是不满意 我让他这是跪着 学狗叫一天 一个月 学狗叫一天 一个月 学狗叫一天 我看 这事就算了吧 算了 好 喂 做人呢 不能忘本 以后啊 就不要再带给他们人来这个市场了 听懂了吗 哎 快滚 告诉我 小伙子 没看出来啊 挺有实力 感谢你们为我们打包不平 这条鱼送你们了 回去帮他们喝吧 谢谢啊 不客气 再来 好 他终于要察觉到我的真实身份了吗 看来 电动车可以不用学了 你有什么想问的 辛苦了 我很高兴 莫哥哥 你刚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唬住那群恐怖 真厉害 啊 不过 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要是没骗到他们 我们就遭殃了 不过回头想想 你刚才那样真是 像几亿个霸道的 那如果我真的是一个霸道老人 他都喜欢我 那如果我真的是一个霸道总裁 你会喜欢我 那如果我真的是一个霸道总裁 你是癞蛤蟆 我都喜欢 你是癞蛤蟆 我都喜欢 莫哥哥 你在里面吗 我想上厚厚厚 我想上厚厚厚 谁生呀 你 好硬啊 阿滴喜欢硬的 那我以后加强锻炼 你怎么说苦呢 不是你刚才着急喊我 我就随便滚了票预订出来了 我咋知道 阿滴 你别一惊一战 小时候不是见过吗 你要是小时候 那是小时候 现在成 大啦 闯上 大 是 是 死 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这么憔悴啊 我虚啊哥 我怎么跟你说 不让你乱搞不让你乱搞 你小心奶奶加法刺 我 我没乱搞 这嫂子那闺蜜 那太生猛了 我现在微信都不敢回她的 生罢了找什么的 你们俩在一起吧 哎 哎 不过哥你跟嗓子领着那么久了 怎么也没见销售 是不是有什么 你去啊 我是想销售啊 我还和你嫂子那儿 控制自己 相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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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爱是为仇呢嘛 老板 我来说 老板 给我也拿点 阿迪 回来了 回来了 哎 你看 你想吃什么呀 勤奈呢 那就炒个胡萝卜 我有事找你商量 咱们今天晚上八点钟 强沟烤肉剪 事关姐妹的幸福啊 你可不准不来 阿姨 怎么了 我闺蜜想要我吃烧烤了 但是你的小蜜蜜都已经穿上了 我就算陪你吧 没事我还没开火呢 去吧 暂时不能找他魔用 你才是男模 那你别去冷找我吧 去吧 走了 拜拜 小蜜给你最爱的五花肉 说吧 你的那个姓不是怎么回事 哎呀就是上次咱们在会 打住我 你别说你看上我哪个男模 不是 这是那个 你老公 他弟弟 工作太到位了 拜拜 我哥怎么走 别找你哥了 今天晚上你是我的 不是 你们俩 别提了 他最近不给我回消息 你能不能让你老公帮我问问 姐妹的幸福可就交到你身上了 那好吧 反正我也不介意跟你成一家人 好 弟妹 好 枣子 来咱们干一个 美女 一会儿喝点 不好意思啊 没兴趣 哎哟 哎呀 这照说上 是你吧 别穿了 别碰我朋友们 妈妈的臭婊子 别动啊闲事啊 你先别老 你们几个大乱业 跟女人动手算什么本事 给我滚出去 小美人有个性啊 我喜欢 待会儿到床上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对 妈妈 你没事吧 你别找死 你们上 没事 消失啊 妈的 哪儿来了小白哩 坏老子好事 给我上 哪儿来了小白哩 坏老子好事 给我上 喂 好久沒有這麼熱水過了 表哥 別這麼廢話 上 我的風景了 我就管你們 你就別過來 我都管我可是審家的情景 審家審家就知道 現在立馬不跪下 可惡道歉 我能找你呢 不然 我 我就管家 沒有你這種人渣情情 啊 你 你是 沈樂呀 我叫沈遠昭 他叫沈夢 我哥 你是 沈夢 還好沒追上來 你怕什麼呀 沈夢 你又來 你又罵我説人家沈總 剛才是火珠了 但是如果被他發現了 那怎麼辦呢 嫂子 你還不知道呢 嗨 我跟你說 岳中 你剛才真的好猛啊 哦 岳中 你剛才真的好猛啊 哦 哎 小舟舟 你剛是不是來救我的 啊哈哈哈哈 是啊 先生姐 你明明就是想我 那為什麼不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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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打架 原本腰子的事啊 我先走了 我給你檢查一下 你好熱門 哎 別別 哎 你不是會症狡嗎 哎 可可他正常 小舟舟 跟我走吧啊 這不合適了 哥 救我啊 哥 哥 哥 救我 哥 你 哥 醫院 醫生 他的傷真的沒問題嗎 是不是需要住院觀察一下 關於費用的事情你不用擔心 我能交得起的 沒事 就是皮外事 小伙子 有這麼好的往路 真是你的福氣 我先付賬費 你就不得了 我剛才打死 我看好 我去 你就把他們扔 我去 你把他們扔 我去 你自己拿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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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看看 总裁 他怎么能在路边的摊子上啊 对 滚 对啊 哎 那我当时怎么没反应过来呢 那王八蛋的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怎么 怎么可能是沈总 哼 冒充沈总 把他让了我的孙子 我看这小子 是活腻歪了 对对 对对了爷爷 那个 那个贾沈总的女朋友 是盛世局办的设计师 就是前两天 登上热搜那个骚 骚啊 哼 哼 哼 盛世 一个芝麻大的垃圾公司 你等着 爷爷啊 给你出这口恶气了 好 江林 怎么了 王氏集团起诉盛世项目违规 要求赔偿两亿 向前和他们的合作 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 为什么他们要起诉我们 难道是因为昨天 莫哥哥打的那个人 刚刚王氏集团董事长说 要你现在去赔李道歉 他们就原谅我们 王氏集团 王氏集团 喝一杯 哟 看看这是谁啊 昨天不还演烈女吗 怎么今天主动送上门了 王总 昨天的事 纯属个人的恩怨 没必要上深造公司 让双方无法合作 让双方没法合作 就你们那个小垃圾公司 我告诉你 我现在一句话 就能让我们公司 从海中消失 王总 没人不说暗话 你究竟要我怎么样 怎么样 喝了它 不喝是吧 好 那我不仅要起诉你们公司 我还会找人 废的一个穷逼男朋友 喝 喝 喝快点 喝吧 收你丁总算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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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往哪儿走呀 哈哈哈哈 刚刚说 老子太想了你 还没能躺得掉 臭丫丫丫 我告诉你 老子看上去的女人 还没有得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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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丫子 你给咬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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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哥 救我 救我 救你 救啊 啊 啊 你 你 你 老子就越去跑 哎呀 我说沈总啊 我真的不知道 江林 她是您的夫人啊 要是知道的话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跟您对着干嘛 是不是 今天王氏集团股价蒸发四个月 这 就是你教子无方的代价 哎呀 这千做万错呀 这都是我的错呀 你就放我一会儿吧 那小子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搞得跟你说 啊 放过这 别嘴 来 来 王氏哥 救我 什么 打电话给你的小白眼来救你啊 来啊 来啊 让他来 这儿是老子的地方 只要他想来 老子都等着他的面儿奔了你 嗯 现在 先让他听见你的声音吗 嗯 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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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龙蛋在哪儿 这这这这这公司啊 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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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来吧 我 我这迪道就回来救我 啊 啊 把这个混蛋给我废了 从现在开始 还成王家 消失 是 沈总 不要 不要不要 老脸 别怕 好了 孟大胜呢 你是不是打到他 我不打废了 你听我的 你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去外地避一遍 你去啊 那你呢 你怎么办 你不用管我 人是你打的 他们如果报警的话 你要坐牢的 你听我的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但我不许你有事 你笑什么什么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妈 我不会有事 你和盛世更不会有事 工作也不会丢 好吗 你现在就是 好好地把自己的身体养好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让你再休息 你先走了 你别走 我害怕 好 我不走 我在这儿陪着你 好不好 快睡吧 三二一 睡着 哪里 什么事啊 沈总 按照您的吩咐 王家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 王家是沈家的旁支 家族长往那边不好交代 不管是谁 只要他敢伤害阿里 我都会让他付出担价 是沈总 另外这几天 苏雅洛一直守在公司门口 大声嚷嚷着说自己是您的未婚妻 吵着要见您 朱雅家 以后这种小事不用想我回吧 是 还有事吗 去吧 想不到沈总现在不但是个软饭男 还是个老婆咪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臭开梦子 你竟敢推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未来的总裁夫人 小心我以后让你们吃不了肚子走 就你这么一个泼妇 还敢冒充我们总裁夫人 你敢真是笑话 赶紧滚啊 不然我报警 你就等着狗犯 原秘书 就什么情况 白小姐 您刚回国还不知道 据说这个叫素雅若的风女人 是被沈奥夫人看上的 指明要让她当沈总碰碰 还笑个屁呢 只不过后来啊 沈总拒绝了这门情事 连屁里都撤了 就她这副德行 也配站在阿末身边 简直是笑 是呀 谁不知道白小姐您才和沈总是天作之鹏能当户队呢 阿末 阿末 我回国了 一起吃个饭吗 我再给老婆上药 没时间 我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看好阿末的吗 她从哪来的老婆 这 我不知道沈总结婚了 您马上去给我找到勾引了阿末这个贱人 是 沈太太的位置只能是我的 来 哥 我刚约你不是 嗯 你呢 你很在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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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也好 我就是那 哦 是女的 刚从国外回来 约着我晚上聚一聚 刚从国外回来 对不起 真行 你说什么我没听信 我说 你现在是已婚人士 家里有门禁 十点之前必须回家 不然你就给我睡在街上吧 我 把眼睛开 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罢了 不想让我去我就不去 高兴 你啊 那我心里啊 都是自他忙 怎么还不来 白小姐别等了 沈总又没答应您说要来呀 不可能 不可能 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 我可是白家千金 她不可能这 沈总忙着和夫人甜甜蜜蜜的 哪有空来见你 勾引了沈默的贱人 到底是谁 还有 上市设计最近抢了我们和沈氏所有合作的单子 负责人叫江黎 沈黎 怎么这么耳声 这是她的资料 原来我当年抄袭过她的作品 那她 岂不是就是三年前那晚真正救过阿默的人 阿默 阿默 可恶 我好不容易设得去 竟然嫌疑了这么个贱 阿默 怎么来了 快点 查 这个江黎和沈默到底什么关系 她 已经和沈总登记结婚了 赶紧挡了我成沈氏集团少夫人的路 让她给我死 默哥哥你不用来接我了 我都已经在车站了 你知道不 咱需要有个女生生命助任一年多 今天突然来学校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什么生病啊 她啊 是被人强奸了 怀了孕 做了流产 下不来床了 强奸怀孕 那也太惨了吧 你说马路上那么多人 怎么就强调她呀 我看 就是她自己下检 跑到大街上面那种风骚 对呀 这种事情 一个巴掌拍不小 你没事吧 做我的解药 我娶你 远方 哈哈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看不到说了我这一天出来 你下班了 我怎么能不来接你呢 冷不冷 嗯 那咱们先回家吧 好 明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嗯 嗯 阿里 把眼睛闭上 干什么呀 谁让你 老板 阿丽 我们以后 都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你看 有你真的放心 姜丽这个剑 现在还和那个穷小子在一起 这是晚宴的邀请函 里面有一张银行卡 有三百万 到时候我会邀请姜丽也在家 放心 白小姐 今晚我一定要叫你 申拜你自己 试成之后 我会带你去见沈家继承人 守护着公子 谢谢白小姐 冲 你 放 我 怎么办啊 最近总是做一个很奇怪的 你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我这一个月都进了多少次医院了 都想要问一下 就是 那我给你换碗食谱 做点 班神助名的药膳 谢谢啊 等会儿 喂 什么 白氏集团邀请我参加晚宴洽谈 嗯 可一定的 老婆 什么合作呀 都也得到晚上的 很厉害嘛 而且是白氏集团的邀请 搞不好我还是个大 今晚 你老婆就给你挡个手 付回来 白氏集团 嗯 好了 我要去搞事一样 老婆就加灯了 嗯 嗯 白氏的瞎折腾什么 阿末 白氏 你胡椒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哪有 我只是欣赏盛世的设计 想来谈谈合作 你的目的是姜姨吧 我很欣赏姜小姐的设计 对了 我还邀请她来参加今天晚上的晚宴 她很高兴 我觉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你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就该收起那些不该有的心思 否则 别怪我不念起咱们两家往日的情分 阿末 阿末 你要是知道江林那个贱人干的好事 你一定会重新回到我身边的 请说请见 是这样 是白若白小姐邀请我过来的 她当时可能忘了给我拿邀请函 不是这样 你可以跟我一起进去确认 事情是不是这样的 你以为你是谁 白小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人吗 设置请见 就是为了预防你这样的下等人 蒙混过关过来骗吃骗喝的 赶紧滚 你这种没长眼的贱人 你这种没长眼的贱人 这种地方也是你可以进的 晚安 还愣着干嘛 还不敢把这种下等人赶出去 好的小姐 丁家门 赶紧滚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看啊 今天谁来也没用 没有成见 都得滚 该滚的人是你 你被解雇啊 还敢解雇老子 哎 郭头叔 你被解雇了 还不滚 这 没长眼的东西 连沈总都认不出来 他是沈总 你是怎么知道 这个我会梦的 因为我是 哦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又过来 做服务生了 对不对 我穿这身 很像服务生了 服务生不都穿在 这样西装合理的吗 不过有一说一啊 你这套功夫 特别顺 你先进去吧 我接个电话 是你家小姐 怎么没见过 装容精致 面容典雅 你看就是出身豪门 相邻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 把他像狗一样赶出去吗 白小姐 是 把衣服偷偷溜进来呢 如果这个建议性很好 最后我们还能够送给你 白小姐 张小姐 张小姐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对公司打电话 邀请我来的 是吗 我不太记得了 不过 按照晚宴的规定 像你这样的穷人 是不能够的 原来不是千金大小姐呀 就是 什么身份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参加晚宴 参加晚宴 看来白小姐记性不太好 但我这个人呢 不太爱记者 就先告诉我 哎 站住 白小姐又何止讲 江小姐 来都来吗 喝一杯的 怎么 你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 还是不打算给白世杰银呢 可以吗 张小姐 慢走 他 阿丽 你怎么了 慧哥 我好烧 我可惹了 阿丽 我帮你去休息 阿丽 你先大人休息一下 来 你喝多了 你喝多了 我该不是还没睡醒吗 乖 他在马上尿了一夜 又在睡了 我 不过我睡了一次过来 我昨天明明只喝了一杯酒 怎么会就断片了 阿丽 嗯 你昨天那杯酒是谁给你的 白小姐吗 白小姐 嗯 白若 对 你 可说我也奇怪了 明明是他要求我到慈善晚宴呢 可是没多了情景 等我进去了之后 他又说不记得有点事 我怀疑他就是故意想给你乱看 根本不会诚心要求 嗯 嗯 这件事啊 就要给我来调查 不然吧 多一事儿 不如上一事儿 你怎么了 嗯 你身材不舒服吗 你居然没过来去做事啊 我想要个龙宝宝吗 你放开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嗯 你怎么了 你身材不舒服吗 我带你去医院吧 没事 我可能是酒喝多了 出现幻觉 你要好睡一觉 睡醒之后也就很舒暖了 哎呀 医生都说我没事儿 不如不舒暗了 那可不行 你是我的老婆 你可不能出一点事儿 来 小心手 易热 茜总 郭真和您料想的药 江小姐是被人下药 很奇怪的一点是 她所种的药和您三年前种的一样 三年前金家想算计我被我除掉了 但是他们死活不肯承认下药的事情 小谷 把三年前的事情翻出来重新彻查一遍 还有找人盯着白家 白家您是怀疑白小姐 这不可能啊 三年前是她舍得清白救您的 昨晚 将你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很像三年前的那个女人 事无绝对 记住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低调行事 是 山总 很好 把你拍到的东西发到网上 替这位鬼才设计师好好地宣传宣传 江礼 三年前我就抢了你的功劳 三年后 你照样别想和阿默 闯不闯关系 小小姐 你假意参加此圈晚宴 还关于陌生男人发生关系 请问你不觉得羞耻吗 诶 请问那个昨天与您发生关系的男性 跟您是什么关系 情人还是性工作者 你们有病吗 那是我老公我命 你结婚了 站住 不要脸的小见货 请问 请问您是江礼的父亲吗 对于江礼的丑闻 你怎么看 我可不是他亲爸啊 这个小见货 一向爱勾引男人 他还多次联合外人 打压我苏氏 想要把我赶出家族 独占我的企业 他还因为妹妹找了门好婚事 联合他那个保安男友 破坏了他妹妹的婚礼 他妹妹 本来应该是沈氏集团总裁的夫人 啊 如此心境之人 我们应该曝光他 没错 让我们唾弃他 曝光他 对 你说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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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记者朋友说说 你干的那些好事 说呀 你怎么不说呢 说两句吧 您再说两句 说两句小小姐 你可不要了 你跟垃圾见空 就应该跟垃圾在一起 对 说的没错 住手 走开 展开 东西 来吧 哎哟 你个蠢货 还抱着呢 你还不知道吧 江黎这个骚伙 昨天晚上和别的男人开房去了 都上报纸了呢 哼 这个吃软饭的活该别人律 你 解释他们诽谤 另外 查清苏家陈业所有的违法问题 让他们烂死在监狱 是 什么 什么 干什么 松开 松开 我可是你们总裁 未来的老丈人 没错 让你们 使不了 多日子 宠货 他就是我的总裁 什么被人 这 这不是沈氏集团的特助吗 是不特助 难道带走江黎的是沈总 什么 沈默出来了 还带走了江黎那个贱人 还把苏雅若和苏大富告进去了 一拳废 说 你又干什么好事了 我干什么了 你 沈总把你拒绝了那么多次 你还不死心啊 还要去招惹沈总的妻子 沈总一句话 咱们白石集团 蒸发了整整十个亿的市值 整整会发了十个亿的市值 要不是听你说 你对沈默死了心 我才不会让你从国外回来的 现在 咱们白家完了 哎呀爸 难道你就甘心 我们只是接受沈家的小恩小惠吗 要是我能当上沈太太 能完白家 就能继续海城的顶层豪门了 你 贪心不足 必成大祸 好 爸 沈总 我刚刚给江小姐做了全身的检查 除了头部外生之外 并没有什么问题 那她为什么还能醒过来呢 是这样 江小姐前几天应该经历过流产 身体没有康复 所以也很苏醒 好 我知道了 好 沈总 江小姐的这件事情 不能让任何女人知道 是的沈总 不要 快点 不要 快点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去叫医生 你别走 你别丢下我一个人 你放心吧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外面那些流言蜚语 我都已经处理干净了 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多说你一句话 没关系 轻者自轻嘛 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对了 我刚才做了个恶物 我梦到有个男人她压着我 我看不清她的理 也记不清她对我做了什么 只是觉得 心里有些弹工 只是觉得 心里有些弹工 这可能是你受伤之后展示的幻觉 应该在意 其实我曾经因为车祸 丢失了一部分记忆 我在想 这个梦 会不会跟我丢失的记忆有关 难道三年前的女人是阿黎 那 她意外流产的 难道也是我的孩子 是我 我曾经伤害过阿黎 莫哥哥 莫哥哥 你是不是累了 我自己在这儿游行 你回去休息吧 阿黎 你不需要想太多 你只需要记住 你是我拆的 是 沈沫 没有情况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好了 你去忙吧 我自己在这儿可以的 我闺蜜晚点来接我回去 好 你去忙吧 我自己在这儿可以的 那你到家之后告诉我 嗯 好好休息 嗯 沈总 是白小姐想要见你 让她进来 是 阿默 你怎么能追不追我 你忘了三年前 是我用清白救了你 你答应了要娶我的 可你迟迟没有对象 你对我们家的公司下手 是不是因为降临 白若 你确定三年前救我的人 是你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自面意思 阿默 是不是曾经跟你说什么了 你忘了网上的报道 你也看到了呀 那个女儿的 是 网上的报道我看了 而且我看得很清楚 那个男人就是我 至于将比是谁给他下的毒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白若 管好你自己一个 不然保留的是你整个白家 有钥匙落在刚才那家水果店了 我去拿一下 等一下 我帮你拿吧 你在这儿等我 好 好 我先啊 来 谢谢 安明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你还活着 太好了 姚姐姐 你认错人了吧 不可能 咱们俩当时一起 在这儿工作了半年多呢 不好意思啊 我之前因为跟货 有点后遗症 就现在脑子不太好 我之前在这儿用着 对啊 我当时还难为你一个大学生 为什么和我一起在这儿 做皮肉生意 皮肉生 也不是 是 你当时是端盘子送酒水的 只不过有一次 宝贝 你别磨蹭了 想死你了 陈总 人家这就来 我先开工 咱们回头再聊 有一次 老婆 拿到了 刚才厉害你是谁 这是我 又是三年前的这家回宿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 不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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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坐好 等着吃现成就行了 好 明天下午 我是将举办 第十届国际建筑比赛 国内外众多设计师应约参加 此次的比赛主办方 是由沈氏集团承办 全届国际建筑的 也有一句话 有个人 接着 这就一样 这个洞格 就算很消防 最后是 如果要疫苗 就算是 我们要求 你 别人 呢 让你 再拍 来 女主 我 行 坐牌的时候 这不是在座吗 喂 姜黎小姐 我是第十届建筑设计比赛的工作人员 想邀请您参加下午的比赛 不知道您能否参加 姜黎小姐 我当然能 怎么了老婆 我能去这家手机比赛了 姜黎小姐 我发现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这顺风又是 你一定是我的福星 那你这辈子都不能离开我 当然 快收拾一下 准备一下参赛作品 等会吃晚饭我送你过去 等一下 我电话给你看 我打算用这副作品参赛 它虽然只是我三千千设计的 但是 是我最满意的一副 老婆 我觉得这副作品 一定可以夺得本次比赛的一灯奖 一灯奖 绝对的 一灯奖 走 以上就是我的设计理念和参赛作品 谢谢大家 非常好 设计理念新颖 构价仔细 是啊 这张设计图 绝对是在这次比赛中 我看过最棒 就是 真不愧是设计界的海归啊 谢谢平文 我还只是设计界的新人 以后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各位评委 各位评委 我想请问一下 是我的作品有什么问题吗 设计图没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你的人 评委的意思 我听不太明白 评委的意思 就是你抄袭 白小姐 既然你说我抄袭 就请你把话说明白 江小姐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要是真说出来的话 恐怕 你在设计界就混不下去了 是啊 人家白小姐不说 是大度 给你留了脸面 你别不知好歹 赶紧拿你抄袭的东西走吧 这往年的设计比赛啊 来的都是高水准的设计师 就算偶尝有几个姿势平平的 那也不至于拿着抄来的作品参赛啊 谁啊 人家郑主还在这呢 这种操心垃圾 你也敢拿得出手 你的意思是说 我抄袭白小姐的作品 不然呢 就凭你这么不入流的设计师 能设计出这样的作品 这幅设计稿 是我三年前就完成的设计 我没有抄袭任何人 三年 你这幅图 早在三年前 白小姐拿着它 已在国际上 拿下了设计金奖了 以后要抄袭啊 动动脑子 查查资料 最少要换一换 哪能一模一样啊 好了各位平老师 不要说了 我想 江小姐 应该是出于忌妒了 所以 才会抄袭我的作品呢 不愧是白鸭大小姐 你让人家的气度 这书精 你还愣到这里干什么 还不管你滚出去 我们这个规格的比赛 是不允许你这种 不要脸的抄袭者进入的 我再说一遍 我没有抄袭 既然江小姐不肯自己走 那我只能 让保安请你出去 保安 请江小姐出去 等一下 这位小姐 是我特意请来的设计师 我看 你们谁敢让她出去 明大神啊 她怎么来了 她不是九居国外吗 她还带一个年轻人 你别管人家是怎么来的 人家可是设计的霸主 咱们跟人家叫板 那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 那年轻人呀 八成是她徒弟 对对对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会是 都会是 都会是年轻 好 真好 不愧是我看中的设计师 乖孩子 你不用怕 如果谁敢欺负你 你大胆的告诉我 我给你撑药 明大师 您可能不知道 这位江小姐 抄袭了我三年前的 一幅设计作品 按照比赛规则 这抄袭者 是没有办法参加比赛的 所以我也是按照规章形式 您就算再看中江小姐 也不能忽短破坏规矩吧 我没有抄袭 我相信江小姐 在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明大师 您就算在乎着这位江小姐 这要是传出去 恐怕有损您 射击界霸主的名声啊 江小姐 我相信你 相信你能够拿出证据 证明自己的情白 当然 证据开什么玩笑 诸位请看 这个设计 是我在我的每一个作品里 都会加进去的 这样的作品 是个人都可以拍摄 是啊 这的确也不能够 这人上妖人的小朋友 一能够画出来 你们这些褚祸 你睁开眼睛好好瞧瞧 这不仅是一样的 这一幅图案也是江小姐的指纹 没错 而且现在我就可以把我的指纹 踏印下来 给大家做对比 各位请看 这搞了半天 有人从三年前就抄袭别人的作品 还有脸在这倒打一耙 拿着别人的设计作品去参赛 还拿了奖 拿到就不觉得羞耻吗 白小姐 你刚才说按照比赛规则 抄袭者不配待在这里 可事实证明 你才是那个抄袭者 你看 你是自己从这走出去呢 还是我让人抓你 这设计本来就是相互相承的 有相似也不能说明什么 老大是费钱 我会自己做的 诸位 我以设计界霸主的名义 宣布 此次比赛的优胜者是 江里小姐 谢谢 好 那今天是没有我的拥有之地了 沈总 江小姐真是没有我的拥有之地 真是太优秀了 您还不赶紧去回家当太太 废话 用你说呀 哥 把我调查一下 白若的那张设计图 在您之前是怎么的 试试图 恭喜你啊 老公 没想到我真做到了 我不仅拿到了设计比赛的代价 还因此获得了很多订单 我就说吧 你一定可以 嗯 你做了饭 嗯 来 就坐吧 那个白小姐 看起来一本正经的 没想到居然是小头 脱落设计卡 不过说来也怪 我都记不起 到底是什么时候丢过这副设计卡 没事 想不起来就不想了 先吃吧 我今天做的都是来吃个东西 真好饿了 尝尝啊 嗯 好吃 哎老公啊 如果你是个姑娘 我觉得肯定很多男人都争着娶你吧 这不已经把我娶了吗 我全部都是你的 你吃饭吧 你吃饭吧 阿迪 我认真的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和你在一起 真的非常幸福 认真的 我也是 快吃饭 快吃饭吧 快吃饭 快吃饭 江梨 你个贱人 我要你死 贵如流 你堂堂卫大少爷 为了江梨那个贱人 成了过街老鼠 还被卫家除名 我想 你一定很想报仇的 我现在 就给你个报仇的机会 快来吧 阿黎 你难怪我怎么没来帮你搬家呀 就是 他最近 花了份薪工作 每天都忙到凌晨一两点才回来 我这不心疼他吗 再说 我还忧郁吗 呦 呦 呦 你看你 还没结婚这么心疼 这代结了婚了 还可了得 就是 就你俩嘴 行了 我去门口和他司机 不然他找不着路 那你去吧 我用餐点 哎呀 姜米 你干吗那个小剑 我可以 喂 老子得不到你 我希望毁了你 做我的剑药 好 我会陪你负责的 阿黎 阿黎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快点快点 阿哥 阿黎东西怎么样了 我跟阿黎刚把东西搬下楼 他让我们去看一下 门口的车来没来 我们就去了 等我们回来 就看见阿黎他躺在雪坡里 招式司机也没表现 你赶紧去帮我把全世界 对好的专家请过来 跟阿黎会等 快去 是 还有 把车祸的声音给我查清楚 是 我跟阿黎一起去 小叔 闭上 闭上 他怎么样 平常脑部受到了重重 他可能会醒不过来 你们做好行李准备吧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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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他好好的 不管他醒不过来 不管他醒不过来 我要你们整个医院陪葬 是 沈总 我查到了 开车撞伤江小姐的就是魏如柳 居然是那个混蛋 灭了他 是 沈总 沈总 是 他就是我们沈氏集团的总裁 沈默 沈总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隐瞒身份接近阿黎 但阿黎他最讨厌别人骗他了 等阿黎醒来 我请求你能给他一个交代 阿黎 你一定要醒过来 我会向你说明一切 给你一生幸福 喂 什么 奶奶晕倒了 好 奶奶怎么突然晕倒了 是家族长老他们一直在逼你和白家联姻 和江里小姐离婚的 老夫人她 压力太大 宋姐 帮我给那群老头子们带个话 这件事情 谁再敢多提一个字 我就灭了谁 你放开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会对你负责的 我 我被强奸过 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的轮廓很像什么 我必须要搞清楚 对了 去找露露 阿里 今天你怎么有空突然来找我 我想问一下 当年我在会所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当年你在会所做服务员 后来被一个客人给 这种事情在会所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大部分都是你请我愿的 你真的不记得了 就只是这样吗 阿里 当时你还太小 太单纯了 客人随口说了一句会取你就信了 还怀了你家的孩子 我劝你打掉你不肯 后来就出了车祸 我 差点一十两名 那那个男人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我 我不知道 大概就四十多岁吧 一副油腻爆发户的样子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我就先走了 拜拜 我 我 你 做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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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应给我的救命钱吗 你 拿着钱 带着你的孩子离开海城 否则 阿里 阿里 对不起 江黎啊 你也会有今天啊 啊 我容量 你要做做什么 老子当初他们追你的时候 你给我装高了吗 现在跟我谈调节 反正你都快死了 先让老子手回转 你放 你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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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总 现在只能查到江小姐被带到南郊那片飞机工业区了 能确定准车位置吗 旁边那边地形复杂 但是还没办法吃人 该死 找人把白若伊家人给我控制住 千万别让他们跑了 还有 想办法从他们嘴里把消息给我敲出来 是 是 爸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成为沈太太了 咱们白家知情当黑色 快就能补回来的 你们什么人 不要命了吗 我们是沈家的人 爸 他们肯定是沈家来接我过门的 这么快啊 这沈家不愧是海城第一好门啊 这办事效率还就是高 那你们欠我们去哪儿啊 欠你们进监狱 你胡说什么 白小姐 你干过那些好事等到了警察局 有你说话的机会 放手 哎 你别挣扎了 别挣扎了 你们莫哥哥找不到这儿的 就算找到了 你也是一个被我弯弯的尸体 对了 我在告诉你们的是 当初强奸你的那个人 是你的莫哥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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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定是我的福星 那你这辈子都不能离开我 阿迪我认真的 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 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阿迪 你愿意嫁给我吗 老公 等我找到了一定会来娶你 等他以后我也能找到你 到时候 你可嫁给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迪 阿迪 你个贱人 是谁 是死吗 我可可可 我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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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可可 你不是很牛逼吗 最好还不是死在我手上了 哈哈哈哈 江里 你个小贱 你们这个的狗男女 这一辈子都不会在一起呢 哈哈哈哈 李希希 哈哈哈哈 你不是说我们有点要在一起的吗 你不要睡 我可可 你醒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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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别人心跳没有 快 你拿车去坐下 你们家属快 快跟他多说一些话 今天会请别人的修身意识 好 阿迪 阿迪 你快醒醒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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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个孙子 你要是有点事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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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娶到你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换身份 换你仰慕了 当然可以 我会给你最幸福的一生 大哥真是没刷牙的 医生 我老婆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我一亲她 她就恶心想吐啊 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正常的生理反应 她的生理反应就是我一亲她 她就想吐 真的不行 我总录一辈子能请我老婆 这是病 这得治啊 治什么啊 你老婆确实怀孕了 从我从医院了 这是我见的第一个 自然受你的三宝台 恭喜二位 三宝台 你怎么会拿走 你怎么会拿走 你怎么会拿走